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一一的 一时一带 有一个洗手间 六百八十尺 这个楼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成章 它原先是做house 但这些点看到康套市场都很好 所以它建了很多的high-rise 这个是他们2005年建成的 37层也认为349个单位 就这个楼了 我今天这个图片上看的就是这个 那么scarble呢 我就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大家是这个 都很了解了很多餐厅了 物为价廉啊 这个包括就是town center 不光有华人啊 很多谢谢餐厅在这边 那么这个六十号呢 就是说很多客人呢 也都都说 因为有的时候要买房子 还要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做哈 因为这个scarble这边的房子呢 它是适合于居住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因为就是说价钱比较低 面积呢又比较大 而且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 尤其对我们华人来讲啊 但是从投资来讲的话呢 它增值的一个空间就不大啊 这里面就挺矛盾的 但他们有时候就问我的时候 我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这个六十号呢 还是在这个scarbletown center这个区域的话呢 是比较适合于买的一个房子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它那个楼的二楼啊 就是后面的话 就直接可以进到这个town center 这个里面啊 从交通上讲 进楼以后的话 就能够得上这个轻轨了啊 里面包括这个这个hook hall啊 吃饭啊 各方面买东西啊 也就算比较这个方便 方便程度比较好一点 另外因为在加拿大来讲呢 冬天比较漫长 所以说进这个地铁站的远近的话呢 还是对这个房价的话呢 相当会有影响 你比方现在这个单位哈 我们说 刚才说这个开价是二十三万九 这个房子是可以交易的 即便是在这个现在的市场 比如说已经比去年的同期的话 大度度下降的这个这个情况下 它还是可以交易的 但是同样的这个地区啊 比如说 Lee Center 跟它就差一 可能坐车的话 这个公交车的话 可能差一站 那么里面的话 我们知道 Lee Center 里面最新的是 36号 Lee Center 38号 Lee Center 同样的一加一 如果你开到二十 呃 比如说二十三万九了 你是开到一吗 二十一万九 现在 也交易不出去 就是这个还是有区别 如果大家考虑在Skabo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我就还是推荐了 在Town Center 这里面这个区域 包括旁边的像这个五十六十啊 还有六十一号这个Town Center 这个离这个这个 这个Mall 比较近 走着走步行就会进去啊 这几个还是就说可以考虑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它这个东纳建的呢 还是相对不错的啊 这个大兴也非常的这个高调啊 非常的这个明亮啊 里面这个泳池啊 也都这个设施啊 非常的细选啊 嗯 因为有技牛了啊 就是乒乓球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乒乓球 很多华人愿意这个比赛里面 我当时我一个客人在里面买了一个房子啊 就是晚上庆祝的时候还跑了一个小型那个乒乓球比赛 那么这个单位的话呢 进来就是一个这个直接了当的 我们讲这个这个单位哈 右手就是一个这个开放式的这个 这个房子全屋呢 是这个地毯 电的话呢 是另外一种结构了哈 它是在这个厅的这个前面 属于太阳房的这种构造啊 所以非常的光亮 作为这个睡机间啊 工作间啊 都是非常的不错啊 这个单位呢 是像西的 西南的这个view啊 斯卡布尔和汤山的附近的话 四个方向的view 还都不错啊 这个附近的也是building的 距离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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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远一点啊 比如像 Youngstreet 你像这条街上呢 很多人说是 尤其我们华人说 我要买向南的房子 那第一呢 这条街上呢 多数都是东西向的房子 向南的房子 前面多数都有折挡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斯卡布尔这个23万9 这个这个这个价钱哈 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啊 就现在从多人多 downtown 啊 三十八万9 到北约克中心那边的话 比方说是32万9 同样的这种单位 到其他的 然后斯卡布尔还有北边的一些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missaga 基本上是23 4万这个水平哈 我们说 同样的一个物业 在这个123 这个三个地区的话呢 差不多有差不多 六万 六万块钱 现在你看啊 六万上下的这个区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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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